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这一节我们主要谈一谈算法中的各种设计模式 算法本质上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计算的流程 我们在这里面对通用的算法设计模式进行了若干分类 每一种算法的设计模式都对应于一种算法的方法论 一个算法的实现,大多数情况下有可能需要集中若干种算法设计模式的结合 那么常用的算法设计模式有 第一,排序,第二,地规,第三,分类自知,第四,动态规划,第五,贪婪办法,第六,逐步改进,第七,失排出法 那么在下面呢,我们会分别对每一种设计模式进行大概的说明 在后续的章节之中,我们会根据相应的章节对某一种办法或某一种模式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讨论 OK,我们先看一看排序 那么不少问题呢,一旦使用了排序之后,很可能答案就会显现出来了 在设法面试中,如果大家发现题目中有数字,数组或者是一系列数据的集合 那么大家首先要想到的就是进行排序看一看 看看排序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 那么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么给定一个整形数组A以及整数M 要判断A中是否存在这样的I和J,使得AI加AJ与M相等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想到像以前说过的叫暴力枚举法 那么如果大家想到暴力枚举法的话,那表明前几节课大家还是有所收获的 在这里,如果我们使用暴力枚举法的话 那么就需要便利数组中所有可能的量量组合 看是否存在满足条件的I和J 也就是说在我们暴力枚举法中,我们需要两个循环间套去探讨 去重复,反复的去每一举可能的两个I和J组合 那么两个循环间套的话,时间的复杂度就是ON的平方 但是想一下,如果我们先把A进行排序 那么假定先把A进行升序排序 那么一般来说,大家如果对一些排序算法有了解的话 大多数情况下排序的时间复杂度是N乘以logN 那么对于任意的一个I是否存在一个J 使得AI和AJ之合正好等于M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 在已经排序了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在数组中进行查找 看看有没有一个J 使得这个AJ等于M减去AI 有的话,相应的AJ就可以找到了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假定数组A的内容是31567428 那么M取值为9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说过的办法 先把这个数组排序 那就变成12345678 那么当I等于0时 那么AI等于1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后面的元素中进行责办查找 按照我们这里这个公式 既然AI等于1 那么我们就要看有没有一个J 使得AJ等于8 那么既然在排好序的数组之中 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责办查找 那么最多查找三次 我们可以发现最后这个元素A7等于8 那么咱们查找呢 首先我们责办查找 就先在看中间这个元素是4 这时候这个4是小于8的 那么由于已经排好序 在排好序的数值之下 要大于4的元素 只能在4的后面 所以我们排除掉了前面123这一部分 然后看5678这一部分 然后中间再折半查找 折半的话 大家可能找到6 或者可能找到7都无所谓 假定是找到6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中间这 那么6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排除掉前面这两个元素 是56这两个元素都可以排除掉了 剩下78两个元素 然后再折一半 如果折这一半的话 大家折在78中折半的话 如果大家取后面这一部分的话 那就是8 那就得到了这个元素 如果取前面这一部分的话 也没关系 那么就把78中的7给排除掉 只能是看7后面的元素 然而7后面只剩一个元素 就是8 那么8就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这样的话 由于排好序了之后 我们通过一个折半查找 我们最多查找三次左右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满足这个云 满足这个AI加上这个A追等于8的这个元素 那么I取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三次查找得知这个追取7 就是满足条件的这个追 大家发现折半查找 由于每一次我们处理的这个问题的规模 都变为前 都变为 都缩减为一半 所以折半查找的时间复杂度是这个logN 那么I的取值可以从0到N 那么每一次我们都用一个logN来折半查找对应的这个追 所以总的时间复杂度就是N乘以logN 那么排序是排序所需要的时间是N乘以logN 而插找需要的时间也是N乘以logN 所以总共的时间复杂度就是N乘以logN 那么这么做的话就比我们原来用两个for循环 就要 那么效率上就要高了一个级别 所以通过排序了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解法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分析模式 那么第二个分析模式是地规 地规就是一个函数在体内调用它自己 那么那么同时这个函数必须要有一个地规的终结判断 要不然地规会无止境的进行下去 但算法要处理的数据包含某种地规的形式时 那么使用地规往往是最合适的 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个例子 例如字符串的匹配就是一个典型的地规问题 我们假设题目要求你写一个反复布尔子的一个函数 输入是一个字符串 以及一个匹配表达式 匹配表达式本身也是可以 也可以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同时也可以类似于一个正值表达式 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匹配表达式 它要求的形式如下 第一如果x 那么x是一个字符的话 字符串要匹配了这个字符的话 它必须是这个只能包含一个x的一个字符串 OK 那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正值表达式差不多了 那么如果是点的话 那么点是一个任意的通配符 那么只要字符串是一个字符的长度 就可以与一个点相匹配 如果是x和后面是个新号的话 那么输入了字符串 必须是x重复零次或多次才能匹配 假设x等于字符串 那么输入了字符串形式必须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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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重复下去 那么才能可以跟这个a新匹配 第四如果是点核心的话 那就表示无论是任何字符串 无论是任何字符串都可以以这个 R1R2的匹配需求 OK这是一个这个字符串匹配的问题 那么这个正值表达式来匹配输入字符串的话 利用这个函数地规是 利用函数地规来处理是最是最为合适的 是最为合适的 那么在后面的章节呢 我们会对这个 我们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这个深入分析 在这里面可以给大家提升 就是对这种情况利用地规来处理是最合适的 OK我们看一下第三种算法的设计模式 叫做分而置之 分而置之实际上是将一个问题分解成两个或多个规模更小的子问题 如果子问题容易解决 那么把每一个子问题都解决之后 把所有解决了的子问题的结果全部整合起来 就可以得到原问题的解 那么例如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 如果要对数组排序的话 采用分而置之的办法 那么就是一个可行的套路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首先把数组分成两部分 然后分别把这两部分进行排序 把它排好序之后 再把两个已经排好数的数组 排好序的数组结合在一起 那么就结合起来了之后 就相当于把整个数组进行排序了 那么大家如果对一些基础的算法数据结构了解的话 那么这个做法其实就是规定排序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假定我们的这个数组内容还是这样 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们分别分成两个指数组 那么第一部分是3156 第二部分是7428 我们先看前部分 前部分的3156又可以再分成两部分 变成是3156 这样的话每一个部分就只有两个元素 有两个元素的话 排序就很简单了 那么先把这两个元素分别排序 那么前半部分排好序之后变成13 后半部分排序之后变成 仍然变成56 最后把排好序的两部分进行结合 也就是把13和56结合成一个排好序的四个元素的一个数组 那么13和56结合在一起 就是相当于把两个部分进行规并 规并起来了之后就可以得到1356 这样的话前半部的呃 元素组的前半部就排好序了 那么数组的后半部也依靠这个 我们刚才描述的这样一虎如画条 也把后半部也进行排序 那么两个半部排好序之后 最后再把排好序的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好序的数组了 那么这就是这个分而自制的一个 呃 思想的一个具体实力 分而自制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算法设计模式 在后面我们也会有专门的章节来进行论述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叫做一个 接下来的这个算法设计模式 叫做动态规划 动态规划是这个面试算法中 最为常见的一种 呃考察点 那么也是呃 面试中面试题中最难的一部分 处理起来也是最棘手的 动态规划呢 主要是用来处理最优化的问题 最优化的问题有一个特点就是 如果要实现全局最优化的话 那么局部的那么局部的这个数据或者局部的这个局面也必须是最优化的 动态规划和前面说的分而自制很类似 他也是讲一个大问题要分解成若干的子问题 解决子问题之后 再把子问题的解结合起来 得到最终大问题的解 但是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之处呢就在于 动态规划在分解成子问题的时候 分解的力度可能没有分而自制的那么大 我们也还是给大家举个具体的例子 那么假设有两个字符串 第一个字符串是A 是A1A2一直到A1 第二个字符串是B 它是B1B2一直到BM 那么要求找到他们的最大共同子串 叫LCS Longest Common Stream 假设我们这个字符串A是AFGHENJ 也就是任意的字符组合 B也是这样子一个任意的字符组合 那么A和B的最大共同子串 就是AFHNJ 也就是说他们这两部共同的部分 他们最大共同子串这些元素 不一定是连在一起的 但只要他们的次序 但首先是每一个元素都是两个字符串 共同拥有的 同时他们的次序是一致的 那么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AFHNJ 在这个两个字符串里面 其实并不是他们在两个副字符串 并不是需要这些字符都并不是要连在一起的 但每一个字符都是这两个字符串所共同拥有的 那么要找到这样的字符串 我们就把称之为把这样的问题称之为LCS问题 就是要找最大共同子串的问题 OK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法怎么做呢 利用动态规划的设计算法设计思想一下 设计思想的话我们是这么实现的 第一点是如果A和B最后的一个字符是相同的 那么A和B的最大共同子串就是A的N-E和B的M-E的最大共同子串 那么再加上最后这一个字符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也就是说AB的最大共同子串如果我们用LCSAB来表示的话 那么LCSAB就是这个LCS的A的N-E和B的M-E 也就是说他们这两个字符串分别去掉最后这一个共同字符之后 再去查找他们的最大再去查找他们的共同子串 找到共同子串之后加上最后一个相同的字符 就得到原来A和BM的这两个字符串的最大共同子串了 如果最后一个字符不相同 那么LCS的A和B就是这两者之中最大的一个 那么我们要分别找到LA和B的M-E的最大共同子串 以及A的N-E和B的最大共同子串 这两种情况中那么最大共同子串最大的那一个 就是A和B的最大共同子串 OK这是动态规划的一个 应用的一个比较显示的例子 由于动态规划是算法面是其中出现最多 也是难度最大的一个考点 所以在后面我们将集中很大的精力 在这个动态规划的研究和理解之上 OK我们继续往下走着看一看 那么动态规划还有一个类似的一个伙伴 叫做贪婪算法 贪婪算法也是解决最优化问题的一种算法模式 它的思想是如果要达到全局最优的话 那么在达到全局最优的过程中 我们有若干个步骤那么在行使每一个步骤的时候 我们都使每一个步骤采取行动之后 得到一个局部最优 那么每一步都达到局部最优之后 那么看看当所有的步骤运行完了之后 看一看最后是不是能够达到全局最优 那么显然很多情况下 其实每一步都达到了局部最优 但是全局最优也有可能是达不到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要使得每一个局部都达到最优的方法有若干种 那么其中只有某几种才能够使得局部最优的同时达到这个全局最优 那么我们还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 因为这么描述的话可能就比较抽象 那么假定了我们有2n个城市并排排列在一条直线上 其中有一半的城市是黑色的一半的城市是白色的 我们希望做到的是把黑色和黑色的城市和白色的城市进行配对 如果把配对的城市进行连接的话 我们要使得连接所需要的长度是最短的 例如如果我们把04进行连接 那么12就自然被连接了 大家看到我们有4个城市的话分别编号是012和01234 那么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城市0和城市4连接 那么就形成这个0和4间的连线 那么由于12处于这个0和4之间 把4和把0和4连接了之后12自然就自然就被连接了 所以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巧妙的去寻找到一种合适的连接方式的话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连线连接的这个走路程实现一个最优化或者是实现一个最短化的这个目标的 OK那么我们看看使用那么解决这里面说的这个问题的我们用贪婪算法是怎么解决这里面这个问题呢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用我们第一次想到的贪婪算法是这样的 首先扫描每一个白色的城市 然后找一个离该白色城市最近但却没有匹配过的黑城市进行匹配连接 那么这是一种办法 那么大家看到这一步实际上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例如我找到一个白城市 然后找到一个离该白城市最近但却没有匹配过的黑城市 大家发现这个最近没有 这个最近就是这个步骤才这个最近就表明我们采取这个步骤的时候实现了一种最优化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最远的黑城市 这也是可以的 那也是一种优化 那么但是哪一种方法更好的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黑一个白城市 但是找的是离该白城市最近的这个没有匹配过的黑城市的话 那么这种做法的话 那么用这种台南算法的话实际上是无法实现这个群聚最优的 大家看一个具体例子 如果白色的城市位于点0和3 黑色的城市位于点2和5 那么按照上面的台南算法的话 如果第一个被扫描的白色城市是3 OK 如果我们第一个被扫描的城市是3 那么以他配对的黑城市就是2 那么因为2离3最近嘛 于是就使得 于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使得 那么我们就必须迫使0和5进行配对 那么得到的总长度就是5 也就是0到5的距离 但是如果我们配对的最后配对的方式是0和2配对 因为白色城市是一个0嘛 那么黑色城市是一个2 那么我们用的是0和2配对 然后再用3和5配对 这样配对的总长度就是4 也就是比呃这种比这里我们解决的这个办法 就要实现更有更好的优化了 那么这就是一种呃 那么这就是一种能够取得这个全局最优的一种办法 但这个办法跟这里面我们找的这种办法是不一样的 效果就要比这里面我们说的这个这种办法要好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 存在着一种全局最优的贪婪算法 这个贪婪算法的做法跟我们这里 开头描述的贪婪做法不一样 那么正确的贪婪算法的做法是这样的 先假设W白色表示所有白城市的坐标数组 B表示这个所有黑城市的这个坐标数组 那么然后先将W和B进行排序 然后再把这个Wi和BI进行配对 大家发现吧 这实际上是一种是一种大家看到吧 这里面又证明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排序那一种算法分析的思想 一旦看到有书组或者是数据的集合的时候先进行排序试一试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书组的时候就先进行排序了 排序了之后还证明真是管用的 那么把W和B分别排序了之后再把Wi和BI配对 我们后面可以证明这种配对方法是实现这个走长度最少的一种配对 那么在后面的章节之中 我们也会花专门的章节去对这个贪婪算法进行详细的研究 在这里的话就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除了贪婪算法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一种算法设计思想叫做着不改进 着不改进的思想就是 当我们要寻找一个全球最优的方案时 我们要先找到一个次优的方案 然后不断的对这个次优的方案继续改进 那么反复改进了之后 使得原来次优的方案进化到最优的方案 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还是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具体的这个算法在后面我们会慢慢的进行详细的研究 这里面先看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是这样的 有N个学生和N个教授 每一个学生根据自身对教授的好感度进行排序 同理每一个教授也分别对N个学生有自己的好感度排序 你需要实现一个算法 输入的就是这个学生和教授的好感度列表 然后输出输出的是一种111配对 那么要求输出的配对中不能出现下面的情况 就是如果是S0和A0配对的话 那么S就是学生 A就是教授 那么然后另一个配对是S1和A1 但是学生S0对教授A1的好感度也就强于这个 强于这个A0 也就是说S0这个学生更希望跟这个A1这个教授配对 同时这个教授A1对S0的好感度也强于S1 也就是说S0想跟A1教授配对 同时A1教授也想跟学生S0配对 但是我们的配对却不是这么做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了违反题目要求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算法就要求我们根据这两个好感度排名 得到一个配对使得配对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OK我们看一下怎么用这个拙不改建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要用拙不改建的思想来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做 每一个学生根据自己心中对教授的好感度排名 对教授请求配对 接到请求的教授 根据他心中对学生的好感度排名 看看是当前请求的学生 他的好感度是否高于上一位向他请求的学生 如果高于那么就拒绝上一位学生而接受这个学生 如果低于就拒绝当前的这个学生 如果当前这个学生被教授拒绝了之后 那么他根据教授好感度的排名 向下一位这个教授发出请求 这么一轮下来 如果有有学生被拒绝或者是有学生没有被接受的话 那么继续相同的方式 再进行再进行下一轮配对 然后反复进行 直到所有的学生和教授都配对之后 那么满足条件的配对就生成了 那么如果要证明这个算法的正确性 其实并不容易 那么在后面的章节呢 我们可能才会对这个问题相互去这个 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这里面呢 这里我们这个问题就显示出了这个 这个逐步思想改进了这种算法实际模式的用处 那么首先做第一轮下来肯定不是最好的 然后再做第二轮 那么第二轮得到的结果又比第一轮好了一点 然后再做第三轮 第三轮的结果又比第二轮又更好了一点 于是反复的这么轮循下去 直到这个当前直到这个局面或结果 达到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目的的时候 就可以停止这个寻法 所以这就是这个逐步改进的思想 OK 那么后面我们还会有详细的章节 对他进行更细子的讨论 大家在这里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OK 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么逐步改进的方法呢 适应为探索性的算法 也就是寻找最优化的算法太难实现 或者是实现的时间复杂度过高的时候 在工程上不限时的时候 用逐步改进的方法就比较合适 利用逐步改进的方法呢 一次一次的去优化结果 虽然说也有可能得到的情况就是 我们优化了很多轮之后 我们仍然得不到最优的结果 但是他确实已经离最优的结果很近了 那么在工程上成本又能够接收 那么这种逐步改进的思想就比较好了 一方面是比较能够接近最好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接近的时候 在实现接近最优化的时候 我们的工程上的实施成本 也能够可以被接受 所以这种最优化的方法 左部改进的方法就非常适用于 这种探索性的这种 探索性优化的这种情况 在后面的章节 我们再对它进行详细的探索 这里面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另一种这个算法设计模式 算法设计模式呢 叫做排除法 排除法的思想就是算法设计核心 不是直接去获取符合条件的结果 而是不断的去排除那些不能满足条件的结果 当所有不能满足条件的结果都被排除之后 剩下的就是可以满足条件的结果 一个典型的就是使用排除法 实际上就是二分查找 假设我们已经有一个排好序的数组 如果我们要查这个数字8是否在数组中 那么用二分查找的做法就是先看中间这个元素 那么假定是5 由于数组的是升序排序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5前面的所有元素都肯定不满足条件 于是就把前面这部分给抛掉 那么就看从6开始的后面这部分 然后最后面这一部分再进行折半查找 那么这时候那么整个的这部分再折半的话找到中间 正好是8 OK就正好是满足当前的这个题目的要求 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到了8这个元素 因此我们我们一次排除的时候 就可以把一大部分的不符合条件的这个数据的可能 就立即给排除掉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有可能找到这个答案的那一部分的数据 然后反复进行这样的排除 最后得到最终答案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排除法的运用 OK 那么这个二分查找法是这个排除法的一个典型的运用 OK 那么以上的几种算法设计模式呢 从客观上来说几乎可以满足应对算法面试的需要 当我们拿到题目时 然后把这里面所说的几种算法模式一一套入题目 看一看哪种模式能够产生突破口 甚至有可能会直接得到解决方案 算法面试最棘手的情况呢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题目没有一点思路 或觉得完全无处着手 如果把算法的面试比做一只狡猾的狐狸的话 那么上面这七种的这个算法设计模式 就相当于一个笼子 把这个狐狸照到笼子里面 即使它再狡猾 那么捉住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当然要深刻的理解每一种这个算法的设计模式 仍然需要我们付出足够的练习和努力 那么也就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继续去关注后面 我们这个算法面试课程的深入的空隙 深入的空隙 那么谢谢大家来到后续的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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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